音乐交心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今天你看看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的 来到的那个曾老板 曾老板我们今天曾老板 透过这个我们来跟我们 Valry音乐交心的朋友打个招呼 曾老板 你好你好你好 然后呢曾老板 我这个公司的名字 我们这是上海亨利欧洲民情馆 复英业气有限公司 上海亨利欧洲民情馆 欧洲民情馆 然后复英业气有限公司 好的那今天呢很开心 Valry音乐交心朋友 我们今天有福气了 我们今天又来开眼界 记昨天 昨天只是一小部分 今天你看各位看一下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 这个曾老板的这个算是大型的这个展示的这个仓库这边了 好然后呢曾老板我们今天呢要来 哎介绍不同的又是民情哦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 以几台有别具特色的这个演奏琴啊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啊 OK好那么我们就来开始咯 我们曾老板 我们听说这一台Stanway呢 这一台是几尺的 这一台应该是A188 A188 A188 然后呢 呃我们通常讲的尺寸是以什么来做一个标准 以型号 以型号 还有呢 我们讲他的尺寸是指什么样的距离 1米88 型号叫A 然后尺寸是1米88 就是他 呃 2001年的旗 然后呢 他的设设呢 就是整款的设计啊 跟其他的旗不一样 你过来这里看一下 好 其实这一款呢 是最早黑转最早的设计 后来才有黑转也是跟这个设计是一样的 是 大尉的黑转是他里面最贵的 最顶级的 最顶级的一个产品 是 然后你看他的设计 就这边正常是用荷叶的 然后他这一个呢 是有一个助力器 这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我们刚好像看到那个旗 旗盖是不是 他的设计有一个 你看这边是不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对 哦 诶 很特别耶 对 好像跟我们一般看到不大一样 这一款 是这样的设计 是 好 而且 股价是流线型的 其他的股价都是后面拿了一个撑的 只有一个几大几大的可以放 你看他这是要多大多宽 多鞋都可以 对 包括这个鞋度怎么都可以 是是是是 所以说这个是很方便的 对 可以按照个人的指数 人体工学 很能性化 是的是的 所以 所以他这个 这一台鞋 他的这个 大概是什么价位 大概的价位 这个鞋 因为是纪念版的 所以说比较 纪念版是吧 对对对 那这应该是 比较高的价位 对对对 哇 这个也是 Stanway的 大概要100万左右 100万左右 现在差不多 这一百多万的 一百多万的琴 好的 那么 曾老板 我们继续接着 对不对 继续有特色的琴 是一台公主琴 五大帝王琴之一 叫Petrof 是 然后呢 它是2017年的 公主琴 然后你看它这个 金属这一条 它这是故意做旧的 它不是老化的那种 所以它这是故意做旧的 它配了那个琴凳 拿过来 这个是手工的吗 全手工的 哦 看到那个雕花 特别漂亮 是是 它是一个猫腿 1米73 然后你看它的那个 踏板那个雕花 都特别漂亮 诶 大家看到了 这是猫的 腿耶 对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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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 你看看诶 各位 蛤 是不是很特别 哦 哇 真的是很优 很优雅的一个 一个造型设计 2017年 2017年的琴 漂亮 是是是 新琴大概是在六十几万 六十几万 哦 它的售价是吗 是说都半价三十多万 三十八 哦 哦 那所以那个这个 所以这一台 诶 Petrov 我们Petrov 也是德国的吗 德国的琴 波兰的是 捷克 捷克的琴 哦 你看看哇 好漂亮的琴 像这样的琴啊 如果这个琴的话 我们保养的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保养它的干湿度 干湿度 对 它最怕就是受潮 最怕就是受潮 太干它容易阴板开裂 哦 容易那个木头收缩 特别是黑漆的话 有时候在北方 木头一收缩油漆 容易爆漆 哦 然后在南方就怕受潮 受潮以后情节膨胀 容易反应慢起不来 OK 就是影响到它的灵敏度 对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 我们就很湿很温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温度 和湿度的范围 正常温度在二三十度是最适应的 然后它的湿度通常是在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七十之内 哦 那这样我要问一个比较我们实际的问题 就是说一般我们家里面的 这个一般我们大家都是大几乎都直立式钢琴 对 那么这个温湿度的控制 是不是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尤其湿度也是要保持在四十度到六十度左右 对对对 这是一个最合理的 一个保持 OK 好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接下来再来介绍哪一台 哪一台精彩的 我们可以再回 这一台 哇 你看看 这一台 哇 这一台又是黄冠珠宝系列 哇 也是188黄冠珠宝系列 哇 这个也是Stanway的 对 这一台的尺寸好像也是188188 188 好的 那么这一台它有什么特色呢 这一台呢 是 它是2014年它主要是最木材 它是琥珀木 哦 琥珀木是比较罕见的 是的 现在它这个琥珀木这一款呢 目前已经停产了 哦 这个 这个 呃 这一台琴呢 它的 它的 它的这个 它是琥珀木 对 哦 所以它是保养起来也是 保养非常好 它这一台是2014年 2014年的琴 对 是是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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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所以 所以这个也是 对 包括它的颜片的凳子 相当漂亮 对 这个其实啊 我们弹琴的朋友呢 都应该很有心得啊 这个钢琴凳呢 确实也是一门学问啊 因为这个好的钢琴凳呢 就会不会让我们这么长久时间的坐下来弹的这么可能也还会腰椎受伤啊 所以这个钢琴凳也是一门学问啊 等一下我们有机会再请我们曾老板呢 再跟大家建议 呃 怎么样的钢琴凳 比较 对我们 一般大众来讲的话 比较适合啊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事不宜迟 哎 接下下一台 曾老板下一台 因为这边史上比较多 是 我们就在上一台那个绿色的吧 哦 好的好的 斯坦德雷波琼啊 这是一台顶级的一个绿色型 哎 这个造型特别耶 他音箱比较高是吧 对这一台是属于历史琴比较高的 这是 呃 一米三八 哦 一米三八的这个高度的音箱 哦 他是哪哪一国的 德国的 德国的琴 德国原厂的琴 哦 这是一台2004年 2004年的琴 对 然后这台琴他很有历史 这一台琴呢 他是这样的 他这个品牌的钢琴呢 他的木材选材是非常非常关键 是 而且他非常严格 哦 他为什么一年产量只有五十台 是 是因为他的那一个 木材的选择 他木材呢 必须在海拔一千五百米以上 然后呢 树林必须要超过一百五十年 哦 他只取于百分之十的木头 是 淘汰百分之九十的木头 来生产 而且是 几十一季式是纯手工打造的 哦 所以说这种琴他很少很多 钢琴家都是在排队在等的 因为他产量特别少 一年只有五十台 是吧 对 这个也是 所以他的配置各方面是比单位还高的 但是名气没有单位小 哦 所以这个也是 所以他担担这一台历士琴 他新琴的售价是在七十多万 比三角琴都要贵 对对对 哇 这真是 真是让我们真的是非常开心哦 今天有这个机会来看眼界啊 对对 所以说有时候历士琴 好的历士琴是比三角琴还贵 真的哦 这种琴的话 那保养起来会不会也是 对也很娇贵 温湿度 温湿度要保养的比较好 是 因为那确实是比较娇贵 是的 越好的琴他对一些气候啊 他越敏感 对 所以说越要注重去保养 对对对对对 好的 那么曾老板我们接下来是哪一台 我们来 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Fachioley 哦 Fachioley 哎呀 你看看今天你看 哇 这一台是梦幻琴啊 2004年的Fachioley 2米12的七十支 哦 哇 大家看到 非常好 这是一款意大利版 是的是的 这一台琴的声音好有感情哦 好好好 它说是有那种爆发力 很有感受感的那种 对 哇 哇 呃 Fachioley呢同样在各大的宴校啊 对 各大的那一个音乐厅啊 对 音乐厅啊 是的 其实有很多 是 有很多都是用Fachioley 是啊哦真的哈 现在慢慢亚洲也普及了 包括我们现在国内的Fachioley 它里面有很多 必须有一台Star 里面还必配一台Fachioley 哦 真的是 所以它每一个演奏家 它呢要求的风格不一样 对 所以它会用来自己选择 这个品牌来进行演奏它的曲目 是的是的 但我今天呢 看到的这个 这一台琴呢 它底下的脚踏板是三个 但是我有见过有四个脚踏板的 四个脚踏板是这样的 它的大的Fachioley 它是308了 308它有一个第四个踏板 对 第一个是第四个踏板 它是一个什么功能啊 对 就是一个琴键的一个被重的功能 它踩下去的时候呢 它琴键会变得比较轻 它会把它整个琴键下降 然后它浅度也会比较浅 也会比较轻 哦 所以说它是有一个琴键的 那一个力度的一个调整 哦 是的 所以跟其他的三个踏板不一样 它就做了一个这个功能 哦 所以要它大的那一个 11尺的 308的 大的11尺的哦 对 哇 你看 今天我们很开心哦 能够看到这么多台精彩的 名贵的演奏琴哦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郑老板 今天有没有什么压箱宝的 继续的 好我们再来 再来个两台吧 压箱宝呢 最后有一台那一个 叫杯声夺鼠 哦 杯声夺鼠 你看这一台吧 这一台是 说呢 它还保持原来的那个 变膜 是哦 是是是 哇 哇 这个琴凳看起来很舒服 然后你再看了这一款 杯声夺鼠呢 是 你看它的这个指不一这一款 它是直角的 跟其他的是不一样 对 有有有有 酸青其实都是浮行 有 它这是你的直角的 是是是是是 然后把它打开 好的 那 哦 哇 这是2米好像是2米 哦是吗 哇这一台你看看这一台琴也是够精彩了 真的是非常漂亮 好漂亮真的很漂亮 这台是225的 这台琴是奥地利 产品是奥地利 奥地利的 对2012年 这个贝森董夫的贝森董夫 其实它的原产国是哪里 奥地利 奥地利 它这一个跟其他的琴还有一点特别不一样 你看普通琴是88届 哎对对吧 但这一台应该是92届 哎 真的耶 大家看到啊 哎 后面都是这4个件 哦 所以你看到这是92件的 对对对对对 但是最大的贝森董夫呢 有96件的 哦最大的贝森董夫有96件的 对 96还是97件 是是是是是 所以这台琴的售价大概是在 也要差不多100 100万左右 100万左右 对对对对对 心情是100多万 心情是100多万 然后你看它的整个股价跟其他的都不一样 你会觉得这个股价它的结构会比较复杂 是 跟其他完全是是是 哇真的是你看今天大开眼界吧 各位我们今天音乐交信朋友好幸运哦 哈 然后压底的还有一台style with the 97 好的我们待会来介绍鸭香宝 我们现在这段影片到这边哦 哎 大家持续关注 OK 那些想要一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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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